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3日 有一个读者给我写了一封信 说他父亲最近被诊断,得了萎缩性胃炎 医生就建议去吃高氧提取物维生素B12 这种药现在在中国买得很火 特别是在上海,上海的医生都在推广这种药 价格又非常的贵 还有一个叫樊黛明的院士 和另外一个院士 另外一个院士这个读者没有点名 所以我不知道是在带货的这种药 然后就问我说 对这种药怎么看 我看了一下 樊黛明院士是怎么带货这种药的 樊黛明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当过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 还当过第四军医大的校长 号称是研究胃癌的专家 所以跟这种药 号称是胃药 能够扯上关系 也算是专家的 樊黛明是怎么带货这个药的呢 他说了 这种高阳提取物维生素B12 那个提取物呢 是从新疆的特殊资源 天山连扬的高阳的第四位 提取的里面含有各种生物活性物质 是唯一一种从动物内脏提取的药物 也是唯一一种能够根治 是萎缩性胃炎的药物 那个读者说 他说这个药卖的很贵 我就去查了一下 网上的这个药的价格 一盒60粒 要卖460块钱 一次呢 用量是2到3粒 每天要吃3次 也就是说一天至少呢 要吃6粒 这一盒60粒 最多呢 也就吃上10天 这样平均下来 一天吃的这个药 那就要花46块钱 那这个呢 跟中国的收入相比的话呢 当然呢 算是非常贵的 那为什么这个药 要卖这么贵 说是从天山的 什么绵羊羔羊的第四位 提取的 里面究竟有啥东西呢 它这个提取物 是初提的提取物 并没有经过存化的 所以对于里面 究竟有什么东西 那是不知道的 不过呢 我就查了一下 这个药的专利说明书 根据这个专利说明书 我们可以知道 研发者认为说 这个提取物里头的活性物质 是两种 是两种 一种是 灵乳酶 还有一种 是胃蛋白酶 为什么知道 这个研发者认为说 这两种就是 它的活性物质 能够起到疗效的物质呢 还因为在专利说明书里头说了 要根据这两种 灵的活性 来确定 这个提取物的质量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两种 灵的活性达标了 那么这个提取物 就是有效的 如果说还有别的 活性物质的话 那也无关紧要的 否则的话 你不去测 别的活性物质的活性 不知道 别的物质 它究竟 有没有在这个提取物里头 有的话 活性究竟是多高 那你怎么知道 这个提取物 会起作用呢 所以呢 根据 它这个专利说明书里头 定的这个提取标准 我们可以知道 研发者就是认为说 这个药的活性物质 就是这两种酶 那么这两种酶 究竟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可能有效呢 第一种 灵乳酶 那个是反除动物的 这种幼灾 胃里蜂蜜的一种酶 它起到的作用呢 是能够让吃下去的这个乳汁 比如说羊奶 灵固 这样的话 有助于消化 那我们人体里头是没有这种煤的 吃下去的话 对我们人没有任何的作用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灵乳酶 不会起任何的作用 我们不需要有灵乳酶 来帮助消化 来帮助我们把喝下去的奶 给凝固了 才消化 所以这个煤用 那么剩下的另外一种煤 胃蛋白煤 这个呢 倒是我们人体有的 我们人的胃也会分泌 胃蛋白煤 它起的作用呢 是把食物当中的蛋白质 给消化 给水解 所以如果吃下别的哺乳动物的 胃蛋白煤 那么呢 是能够起到帮助消化蛋白质的作用 但是呢 它这个胃蛋白煤 它需要的条件比较特殊 是必须呢 酸性很强的条件下 才能够起作用的 而那些消化不好的人 得了萎缩性胃炎的人 他们自身蜂蜜的胃酸就不足 所以你光是吃这个胃蛋白煤的话 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这胃蛋白煤 在市场上也有卖的 也作为药来卖的 也是作为一种帮助消化的药 在卖 也是从动物的胃提取的 一般是从猪的胃提取出来的 但是呢 一般会建议说 你在吃这个胃蛋白煤的时候 同时呢 也要喝西盐酸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胃蛋白煤起作用 因为需要吃这种胃蛋白煤的人 他本身 胃酸分泌不足嘛 光吃这个胃蛋白煤是没什么用的 但是呢 这个什么高阳提取物 并没有说要求你同时要喝西盐酸 所以就没有用的 光是吃它的话 起不到作用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吃什么胃蛋白煤 我也没有必要去吃这个高阳提取物 市场上也有胃蛋白煤在卖 而且还是纯化阔的胃蛋白煤在卖 活性呢 比它这个什么高阳提取物里头的胃蛋白煤要强的多 而且呢 也便宜的多 在中国市场上 大概呢 一天的量 如果吃这个胃蛋白煤的话 也就是两块钱嘛 比吃这个什么高阳提取物一天 就要四十多块钱 那不是便宜的多嘛 那么为什么 有一些人吃到他这个高阳胃提取物 的确呢 觉得有一些效果呢 这可是因为呢 他这个药除了 所有什么高阳胃提取物之外 还添加了维生素B12 那么对于那些患有萎缩性胃炎的人 如果吃维生素B12的话 是会有疗效的 为什么呢 萎缩性胃炎的病因 主要是两种 一种呢 是属于一种 自身免疫疾病 就是我们身体 自己产生的抗体 去攻击胃细胞 所以呢 就属于呢 自身免疫疾病 是免疫系统乱掉了 但是呢 这种自身免疫 萎缩性胃炎 是很罕见的 在中国尤其罕见 在中国的 萎缩性胃炎 基本上都是因为感染了 幽门罗杆菌引起的 那么由于 幽门罗杆菌引起的 萎缩性胃炎 它有一个特征 那就是会导致 胃酸分泌不足 胃酸分泌不足 会导致吸收不了 食物中的维生素B12 为什么呢 因为维生素B12 在食物里头 它是跟蛋白质 结合在一起的 吃下去了 到了胃里 被胃蛋白酶 把这蛋白质 给消化了 分离出来了 这样的话 B12才能够被人体吸收 但是呢 我刚才说了 萎缩性胃炎的人 他们胃酸分泌不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胃蛋白酶 那就发挥不了功能 就导致了 食物当中的B12 跟蛋白质还结合在一起 就没法被人体吸收 所以对于 这种萎缩性胃炎来说呢 就会导致一个后果 那就是B12缺乏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 只要去吃维生素B12制剂 就可以了 因为在维生素制剂里头 这个B12 它是没有跟蛋白质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吃下去的话 那么是不需要 这个胃蛋白免疫的帮助 也能够被人体吸收的 萎缩性胃炎 对于50岁以上的人 是很常见的 有10%到30% 50岁以上的人 都患有萎缩性胃炎 但是呢 大部分的 萎缩性胃炎的患者 都没有症状 没有感觉 所以不知道自己 是得了萎缩性胃炎 这样的话 就会导致B12缺乏 所以对于50岁以上的人 一个建议呢 那就是最好呢 每天都口服B12 可以吃专门的维生素B12制剂 或者呢 复合维生素里头呢 也含有B12 这样可以预防B12缺乏 维生素B12制剂 也是非常便宜 在中国市场上 100片B12 买不到4块钱 而一天吃一片就够了 也就是说 一天的这个费用 也就四分钱 但是你把这么便宜的 维生素B12 添加到了 没用的 那个什么 高阳未提起物理头 一下子 身价千倍 一天的费用变成了 四十多块钱 涨了一千多倍 这个不就是 在骗人吗 至于樊代明 说吃了这个药 能够根治 萎缩性胃炎 那完全的 那就是骗人的 对于萎缩性肋炎 目前的治疗是这样的 如果说是 由于U本罗杆菌 引起的 那么呢 就要用抗生素 来把这个U本罗杆菌 给消灭掉 另外呢 那就是 呃 吃维生素B12 除此之外呢 就没有别的什么药 可以用 它是根治不了的 樊代明 这十几二十年来呢 一直在提倡 一本新的医学 他创造出来的新的医学 叫做整合医学 主要的意思呢 就是说 医学不是一本科学 那所以呢 要跟中医整合 就叫做整合医学 实际上 就是把中国官方提倡的 中西医结核 给换了一种说法 就变成了 他发明出来的新医学 他到处的 做演讲 出书 都是在讲这个整合医学 但是呢 你别看说 这是一个院士 还是医学领域的工程院院士 他的水平 是非常的差的 因为这个人呢 是工农兵学员出身 底子呢 就没打好 所以他到处去做演讲 出书 但是呢 里面呢 是有很多很多的知识性的错误 常识性的错误 包括很多的医学的常识 深入学的常识 他都不懂的 都是在乱说的 我以前是写过文章 他就专门批过他的 在我们心理史网站 也有很多的文章 别人写的 也都是在批 这个梵太云的整合医学 但是呢 有人很欣赏他 谁呀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 兼首都医科大学的校长 饶益 在2015年 饶益那个时候 还在主编赛先生 这个网刊 就连续的 刊登梵太宁 宣扬整合医学的文章 他加了一个编则案 吹捧梵太宁 说 不论是深度和广度 樊黛云对医学的思考 在中国的医学界 都是超出了平均水平的 这个编子案 你一看了 就是饶益亲笔写的 因为那是半通不通的文字 当时就写了文章 意义了 去驳斥樊黛云的谬论 然后饶益就在联系我 说 想作为真名 在赛先生 刊登我这篇文章 但是呢 要求 我把文章里头 那些嘲笑 讽刺 防待云的 那些句子 删掉 我就同意了 反正实质的内容还在那 所以呢 我那篇文章 就登在赛先生上了 没想到的是 实际上 饶益是拿我的文章 来作为一个靶子 又组织了一批 批瓦的文章 那些批瓦的文章 当然也写得很可笑的 所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 去反驳 这下呢 饶益就不登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知道饶益不是一个东西 还不是从 寒春里那件事才开始的 但是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人呢 是不可靠的 但是呢 郑英禄 有饶益这种人 在吹捧樊带云 所以樊带云呢 在中国就越来越有市场 他话呢 也越来越敢说 现在呢 甚至呢 宣扬起了邪教 我看到他在一次演讲当中说 说我们人如果生了病 要靠自然力来权益 不要去吃药 不要开刀 说开了刀以后 元气就跑了 你想着鼓吹生病 那不要吃药 不要动手术 这个不就是邪教 很多邪教 比如说法轮功 也是这么宣扬的 那么不管樊带云 是在鼓吹 什么新的医学 整合医学也好 是在宣扬邪教也好 最终呢 还是要赚钱了 以前他赚钱的方式 主要呢 是卖他的整合医学的教材 买的特别的贵 一部教材要卖一千块钱的 逼着很多的学校 医院 学生都要买他的教材的 利用他的地位 院士的地位 后来呢就开始带货了 以前呢 已经带货过 恶交 那个骗人的东西 号称呢 是要对恶交 做整合医学研究 来证明 恶交 是的确有效的 那么现在呢 有带货 什么高阳 未提取物 这种 骗人的东西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骗子 也只有在中国 骗子 能够成为院士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骗子 院士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